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超百万人在线看肖战告黑,女当事人当场痛哭,直播一度卡机。 肖战自从走红后就不断被人攻击,甚至还有不少网友不惜造谣也要诋毁肖战。 面对这些声音,肖战终于不再沉默, 近期肖战及其工作室将这些恶意抹黑他的网友全部告上法庭, 其中一场庭审在网络上进行了直播,观看人数一度突破百万。 肖战的人气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所有90后小生当中最高的一位了, 所以他也有很多对加和黑粉。 作为顶级流量明星来说,遭到质疑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但是如果涉及到被辱骂和造谣等问题, 肖战还是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近期,肖战就将一批行为尤其恶劣的黑粉告上了法庭。 日前,有网友发现肖战告黑子的庭审可以申请在网络上观看, 点进去之后发现整场直播吸引了超过百万人在线观看。 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是肖战的粉丝, 还有一部分人是想要看个热闹。 不过由于观看人数实在太多, 已经超过了直播网站服务器的承载量, 直播一度陷入了卡顿无法继续进行。 好在经过了一番调试之后, 直播终于顺利进行, 大家也得以看到庭审的全过程。 虽然肖战本人并没有到场, 但是他请来的律师也明确表示了肖战的立场。 对于恶意攻击且行为特别恶劣的行为, 绝不姑息。 而粉丝和其他网友们也都能够理解并且支持肖战的做法, 否则网友环境只会更加恶劣。 根据观看了直播的网友所说, 被肖战提告的人在法庭上表示, 自己当初是用父母的电话号码注册的社交账号, 并非是用本人的信息进行登记的。 不过这样的辩白方式显然没能得到认可, 随后这位女当事人又开始当庭掩面痛哭, 表示自己十分后悔。 但是这样的行为并没有换来谅解和撤诉, 她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据悉,肖战及其工作室此前公布了一份名单, 这次被告的网友只是其中一位, 后续肖战还会对其他网友进行提告。 鉴于肖战的知名度太高,影响力也很高, 所以大众都很关注肖战告黑子仪式的进展。 一直以来,明星被攻击的事情已经成为了常态, 明星告网友的行为屡有发生, 但是评论却褒贬不一。 很多人认为明星身为公众人物应该接受大众的评价, 如果因为一些小事动辄就告网友, 只会让更多的人感到愤怒。 不过肖战算是一个例外, 他一路走来经历了很多被黑事件, 甚至一度遭到了网友们的抵制, 这也让肖战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不少资源。 如果是中肯的评价, 肖战导也并非不能接受, 但很多人趁机对其进行辱骂和攻击, 这样的行为的确应该杜绝。 所以肖战将黑粉告上法庭,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关注度高一些也不是不能理解。 提告抹黑自己的网友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 肖战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多为大家带来一些优质的作品。 事实上, 在成为顶流之后, 肖战的人气和资源都水涨船高, 但是他的压力也变大了。 尤其是在陈情令和斗罗大陆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的情况下, 大众对于肖战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人们总是希望看到他能够交出比以往更好的成绩单。 不过肖战虽然也拍了不少新作品, 这些新作却一部都没能和大家见面。 尤其是肖战在走红之后拍摄的第一部作品《余生请多指教》, 这部剧集结了肖战和杨子两位顶级明星, 还是改编自热门IP的作品, 所以大众也对这部剧集寄予厚望。 只不过《余生请多指导》一度都已经定档, 并且确认将会在《芒果台》上新播出, 却在播出前夕临时宣布定档, 这也让粉丝们表示无法接受。 再加上肖战拍摄的其他作品也都没能和大家见面, 外界关注肖战的质疑声又多了起来。 眼看着陈哲远、王安宇等一大批九五后的小生已经逐渐积累起人气, 肖战的顶流位置其实不算牢固。 再加上肖战的老搭档王一博也成胜追击, 出演了不少影视作品, 甚至还和赵丽颖这样的女神合作了新剧, 肖战的压力也可想而知。 不过纵然肖战的作品还没能和大家见面, 他的代言却知增不减, 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认可。 只要后续肖战的作品能够尽快和大家见面, 并且拥有足够高的品质, 他的事业还有可能会更进一步。 你支持肖战告黑粉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